大家好,欢迎来到厨房美食多 在看视频之前,请给我点个喜爱心 您的鼓励是我进步的最大动力 葡萄干色彩鲜艳,口感酸酸甜甜 深受许多人的喜爱 平时没事的话,我们可以吃点葡萄干 可以有意改善贫血,缓解疲劳,补血液气,延缓衰老 对身体有非常多的好处 今天用葡萄干给大家分享一个非常养生的吃法 这种吃法是一位92岁的奶奶吃了很多年的养生吃法 睡眠好,精神好,身体棒 一起来看看是怎么做的吧 首先,我们准备一把50克的葡萄干 葡萄干中铁盒盖的含量十分丰富 是儿童,妇女,以及体肉贫血者的滋补佳品 可以补气血和暖肾 帮助改善贫血和血小板的减少 缓解疲劳 葡萄干含有多种矿物质和维生素氨基酸 经常吃葡萄干 对神经衰弱和过度疲劳的患者 有很好的补移作用 葡萄干中富含的花青树具有抗氧化的作用 可以清除体内的自有机 有效地预防黑斑、皱纹等老化现象 接着再准备二十克的枸杞 枸杞具有氧肝明目的作用 可以治疗事疲劳看不清楚 枣花、眼泪过多等问题 枸杞具有降血压、血糖的功效 枸杞中所含有的物质可以软化血管 并且降低血液中的胆固醇 可用来治疗脂肪肝或者是高血压 枸杞的提取物能够有一定的保肝作用 对肝损伤有抑制作用 接着把枸杞和葡萄干放入碗中 再加入一勺面粉 加入一定的清水 用手把枸杞和葡萄干抓洗一下 葡萄干和枸杞表面有许多的褶皱 在晾晒和包装的过程中 褶皱表面会残入太多的杂质和灰尘 如果用清水清洗的话是不能洗干净的 面粉具有很强的吸附性 用面粉水来清洗葡萄干的话 可以有效去除它表面的杂质和灰尘 抓洗两分钟过后 我们可以看到水变得非常的浑浊了 说明葡萄干的表面杂质已经去除的差不多了 之后再倒入一定量的清水 将葡萄干简单的抓洗一下 然后加换清水把葡萄干多清洗几次 把表面的面粉彻底的清洗干净 洗干净之后将它控水捞出放入碗中 再加入一勺食盐 食盐有消毒杀菌的作用 再倒适量的清水 将它搅拌均匀 然后就这样浸泡五分钟 五分钟之后把盐水倒掉 再倒入清水将葡萄干清洗干净 洗干净之后将它控水捞出放入碗中 我们再下里面加入50毫升的白醋 这里用到的是酿造实醋 不是酿造白醋 这一点大家在购买的时候需要注意哦 之后用勺子将葡萄干充分的搅拌均匀 这样可以加快葡萄干与白醋的混合速率 让葡萄干充分的吸收白醋 这下口感比较好 只说视频不易 您的每个留言和每个点赞都说浅见的动力 如果您觉得我分享的视频更有帮助的话 动动您发起来的小手给我点个赞吧 请在底下留言加一 非常感谢您的支持 搅拌均匀之后浸泡两个小时就可以吃了 将葡萄干和枸杞搭配在一起吃 养生效果会加配哦 经常吃醋泡葡萄干枸杞 可以延年益寿 葡萄籽里面大多数都是花金属 这种物质具有很强的抗氧化能力 而且很容易被人体吸收 可以增强身体抵抗力 延缓衰老 经常吃醋泡葡萄干 可以保护心血管 有助于睡眠缓解疲劳 葡萄干本身里面就含有花青素 这种物质经过醋泡之后会更加稳定 使用之后可以避免皮肤氧化 减少紫外线的伤害 想要减肥的人可以吃一些醋泡葡萄干 有的人认为葡萄干糖分高不会减肥 但是葡萄干和醋里面都含有氨基酸 这种物质可以干扰脂肪的合成 这样可以起到减肥的作用 粗泡葡萄干含有的铁维生素C 以及黄铜类物质 这样不仅补血增强血管的韧性 还能清理血液垃圾 防止胆固醇斑块的形成 这样对于血液疾病 可以起到很好的改善作用 粗泡葡萄干是酸性的 里面富含糖维生素C 氨基酸和多种氧化物质等等 这样可以解油腻 增强肝脏功能 同时维生素C还能保护肝脏 糖类也是对肝脏好的物质 预防癌症 葡萄干经过触泡之后 可以和触结合 这样对于葡萄干的功效 可以最大的发挥作用 这样对于人体旧有机的影响很大 防止癌细胞生成 起到预防癌症的效果哦 大家可以试试这种做法哦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视频看到这里了 麻烦给哥哥姐姐 动动小手给我点个赞吧 点击我的头像 可以看到更多的美食视频 我是多多 我们下个视频见啦